我被性侵过 十三岁那年 然后看了医生做了检查 后来跟我妈去了美国 也许我在我父母眼里就像毒瘤一样 时刻提醒他们做父母的失败 我毁掉了他们的婚姻 经常让他们感到不安和厌烦 所以我就会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 化着乱七八糟的妆啊 就是让他们讨厌我 讨厌到无法忽视我的存在 我哥说我挺蠢的 你觉得呢 我好像是挺蠢的 我蠢到只能和一只鹦鹉做朋友 我每天都会找他说话的 我骂谁他就跟着骂谁 他也不会问我什么问题 也不知道对错 反正他永远是我这一波的 有了他以后 我发现我终于可以很快乐地 和这个糟糕的世界对抗了 是挺蠢的 但是有用啊 对吧 小雪 我本来是想等你跟我接完文以后 我再告诉你这些的 但你放了一首这样的歌 还讲了一个比我更惨的故事 我真是没法忍啊 你知道 我为什么把鹦鹉给你养吗 因为我觉得你的驯服 我让他忘记一份 成为更好的自己 陈勇 你一定是被识被傻了 你什么都不懂